老家 你既然都還錢了 幹嘛還自首 這樣不是很笨嗎 你怎麼這麼說 要花錢還會自首嗎 我關你的事 這樣啦 你看 很寶寶 碧瑩 我是不是真的刺傷羅剛了 所以他才會賭氣去背黑鍋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不就成了大罪人 有可能喔 羅剛反應那麼激烈 表示他很在意你啊 可是你居然懷疑他是小偷 對他的打擊一定很大 他從頭到尾沒表示過他在意我啊 他如果不在意你 怎麼會跑去陪你相親啊 他根本就是來看我的笑話啊 這樣這樣 那就不要管他的死活啦 他愛背黑鍋讓他去背黑鍋 你幹嘛煩惱那麼多 我不管羅剛他怎麼想 但是我身為長官 我總不能不問不問吧 你們兩個都一樣啦 明明就喜歡對方 還死壓你嘴硬 真是絕配 我才跟你說認真的 你可不可以認真一點回答我啊 我很認真啊 其實問題的癥結點很簡單 你喜歡羅剛 羅剛也喜歡你 只是他一直沒有採取行動 恐怕是因為他自卑 怕你嫌棄他有前科 你們不要一直在說他有前科 那是他十八歲之前 曾經在少年服務院待過 成年之後紀錄早要銷毀了 要不是輔導長去彼音科那邊看到資料 連少年也不會知道 不管他是幾歲犯的案 聽你這麼一說 他人應該也不壞啊 我就是因為 不敢猶豫追求真愛 所以才會錯失那麼多機會 我可不想要你跟我一樣 讓緣分就這樣溜走了 對了 那天你跟孫牌去天音樂會 後來發生什麼事啊 總計一句話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這次喔 你真的是亂點月樣子 對不起啦 跟我比起來 你幸運多了 起碼你們是情投意合啊 現在就差林門一角 如果你肯拉羅剛一把 我相信他應該很快 就可以振作起來 到時候啊 你們就不用再玩桌米藏了 好 至少我曾經對你懂過心 但你只不能看 但你只不能看 你只能看 大田,他不是真對你了 別記幾句 各位弟兄 因為今天外面下雨 所以我們改在室內進行操課 今天我們要上的課是 鞏固於整頓 鞏固於整頓 是單兵戰鬥教練的最後一戰 來到這一戰 就代表我們進直導黃龍 準備殲滅敵軍 所以不會像之前那麼累 又滾又爬 今天我們會以短劇的方式來呈現 方先生長 既然我們都在室內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脫肝灰啊 受不了了啦 從剛才進來室內 就有人在問 下雨天是不是可以不要操課 本來問你 下雨天你可以不要喝牛奶嗎 下雨天你可以不要吃飯嗎 下雨天你可以不要睡覺嗎 廢話那麼多 放在這邊跟你們溝通一件事情 訓練 視同作戰 不要在這邊給我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看著我幹嘛 你要站得上對不對 各位弟兄 各位報告詞都已經看過了 現在我們找一位弟兄來講給大家聽 賴舞 有 有 哥 我有叫你用唸的嗎 剛才給你時間背 你背了嗎 還沒 還沒 來 羅剛 你講給大家聽 是 親愛的共軍同胞們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不要再做無謂的掙扎 放下武器 準備投向民主的懷抱 我們的政府是寬大包容的 絕對要保護您的財產 以及生命的安全 很好 請坐 學報告 我會叫你坐嗎 你講一遍 太堂忘了 忘了 我給你個機會 我講一遍 你跟著附送一致 親愛的共軍同胞們